3月6号 美国川普政府发布中国旅行WTO评估报告 指出北京旅约记录仍然很差 并且列出美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重点 同一天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 美国近日同意豁免中国100多项医疗用品的惩罚性关税 包括口罩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各大城封城 延长新年假期 工厂产能低迷 物流运输停滞 上周六公布的2月采购经理人指数创下新低 7号 中国首次合并发布一二月的数据又显示 净出口额年减17.2% 是继2016年年减19.4%以来最大跌幅 前两个月贸易仍转为逆差 达71亿美元 约薪台币2123.9亿元 美国苹果公司在每年的9月份发布新iPhone 不过 美国银行引述供应链专家说法指出 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备受期待的5G版iPhone可能延后亮相 除了供应链问题之外 也因为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疲软 疫情延烧 降低民众外出意愿 银行业观察 前两个月 分行平均日来客数年减约一成 同时削减民众购买金融商品地道 业者预估 信用卡刷卡额将降两成 为因应疫情进一步冲击 将超前部数冲刺业务量 新唐人解采电视终于报导